超叔叔 超叔叔 不是 他是哥哥 對 成長哥哥 捐血是什麼 捐血啊 比方講 我不認識你 不認識你啊 哎呀 我說比方講啦 比方講 我不認識你 你需要血 那我把我自己最寶貴的血捐給你 那就叫捐血 懂了沒有 懂了 你最寶貴的血 捐給最需要的人 捐血的人是最快樂的 狗哥 捐血難不難啊 捐血 捐血一點都不難啊 你把手伸出來 就好像打針一樣啊 痛不痛啊 痛是有一點點痛 但是如果你知道 所捐出來的血都可以救人的命 那你就不會感覺痛了 那要很勇敢呢 那你大了會不會有捐血 會 好 捐血一帶 救人一命 伸出手背 鑽血就是這麼簡單 哥哥 什麼陳龍 陳龍哥 我可不可以捐血 那你幾歲 十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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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年紀都太小了 不能鑽血 好像你爸爸啦 你媽媽啦 你哥哥啦 你阿姨 你舅舅 好像陳龍哥哥 我都能捐血 那你幾歲 我十七歲了 我不想去捐血 我十七歲過一點點啊 只要你年滿十七歲的 你就是下一位快樂的捐血人 那你們快點長大喔 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曾經接受過許多的關懷和幫助 其中大多只是公車上或者馬路上不認識的朋友 我能做的不多 尖血是我的方式之一 它讓我真正體驗到回饋的快樂 去幫助不認識的朋友 就好像他們曾經幫助過我 我不認識你 但是我謝謝你 幫助人是快樂的 你就是下一位捐血人 我們家境在出生時 犯了再生不良性貧血 當時每個月固定要輸血一次 一共使用了二十多位陌生人所捐的血 我們現在也固定捐血 每一次就像捐給我們可愛的女兒一樣 感覺到愛他的喜悅 雖然我不認識你 但是我謝謝你 幫助人是快樂的 你就是下一位捐血人 我不是孫悅 但我和他一樣 一直是個快樂的捐血人 我最快樂的時候 是當我接到一張 上面寫的陌生人姓名的用血通知單 我知道我的血救活一個人的生命 即使他只是個陌生人 我不認識 可是我謝謝你 幫助人是快樂的 你就是下一位捐血人 1塊 5塊 2塊 5塊